唐朝是当时全球最强大的帝国 经济发达,风气开放,藩属国众多 也和阿拉伯地区的多个国家有来往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时 曾有一位波斯使臣来唐朝传教交流 献给李世民两名波斯美女 李世民却把美女关在笼中欣赏 事后还是归还给了波斯使臣 这是为什么呢 众所周知,唐朝风气十分开放 最大男女关系更是宽容无比 李世民霸占地席,唐高宗,宠奇树木 唐玄宗夺妻儿媳 都可以体现出唐代的礼教松垮和风气开放 波斯的一位使臣叫做阿罗本 他从小就听说东方的唐朝长盛无比,十分向往 在阿罗本40岁的时候 他向波斯帝国主动请营 想去唐朝交流学习 于是阿罗本带着一批随从 金银珠宝和几名美女向唐朝出发了 一路跋山涉水历史两年 终于到了唐朝 外国使臣来到唐朝 必然是要面见皇帝的 李世民对这个遥远波斯来的使臣也很感兴趣 就接见了他 在皇宫里 阿罗本把他从波斯带来的两名波斯美女献给了李世民 李世民从没见过波斯女人 他们高挺的鼻梁淡蓝的眼睛让李世民十分新鲜 作为回礼 李世民也在京城为阿罗本修建了一座波斯庙供他居住和学习 安顿好了阿罗本 李世民却把这俩波斯美女关进了笼子里 每天也不宠幸也不要他们服侍 就那么单纯的观赏 吃喝拉撒都在笼子里 过来几天 阿罗本进宫 看到这个笼子 赶忙解释道 他俩虽然长相和唐朝女人不同 但是他们都是我们国家的角色美女 没必要关到笼子里 李世民听后 把两位波斯女人放了出来 对阿罗本说 你还是把他们带走吧 我的后宫已经非常拥挤了 阿罗本只好听令 带走了波斯美女 其实李世民这样做 也可以理解 毕竟不知道波斯美女的底细 留在身边不安全 其次就是波斯美女再漂亮 李世民此时也依旧 是即将年过半百的人了 身子骨也折腾不起什么风浪了